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。 2014年,浙江内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,马英组第二轮十六近四,终身与李维的对决现场,一曲李建原创的贝加尔湖畔余音仿佛还在, 导师们已经激动到全站了起来,甚至连在这个舞台很少起立鼓掌的汪峰,也站了起来拼命鼓掌。 在看当时,周深与对手李维的微表情分析,李维,我特别满足了,不管我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唱下去都不重要, 就听起来更像是一次临别感言。 周深呢,我们不想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舞台,是不是给人感觉离开的不会是自己。 此时的台下一片是高过乌瓦的周深,周深呼喊声,台上是哭到不能自己的导师, 骂英,所有的气场都在向周深靠拢,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周深会是留在舞台上的那个人。 然而,最终骂英却用着十个字淘汰了周深,站在台上的周深十分错愕, 这一反转是在场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。 更让周深意识无法接受的是,骂英老师并没有说他差在那儿,只是因为喜欢李维。 那时候的周深,每天最快乐的事便是配着音响唱一曲,这一唱便唱到了初中。 初中三年中,周深没有再唱过歌,甚至连发话都很少说。 敏感的少年将自己封闭在一个黑暗又孤独的壳裏,独自吞咽不能长大的痛苦。 骗子不男不女让周深再次陷入自我否定、自我怀疑中,甚至自闭,几乎是回缩回壳裏,一劫不振。 周深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所面临的打击也不过如此,没想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。 实力唱将被十个字淘汰,高中毕业时,周深高考实力,虽然依然疯狂喜爱音乐, 但是面对露脸后的打击,周深不得不为将来生活考虑,学习一级之长傍身,才是最朴切的需要。 最终,周深不得不同意父母的安排,去乌克兰学习牙医。 那时候的周深,因为在网络平台上唱歌,已经在音乐圈小有名气。 2012年7月,开播的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季,第二季都找过周深,但都被深陷在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,极度自卑中的周深错过。 这一季时,周深以为是骗子或者有心人的恶作剧,第二季,无法走出自我否定泥沼的周深,直接选择拒绝。 直到第三季,导演胡敏言,弃而不舍,不断给身在乌克兰的周深,发短信邀约,并放言,如果周深不答应,便去积长度,直到统一为止。 三句过后,纳英竖起了大拇指,其亲果断地拍灯转身,紧接着,纳英与杨坤几乎同时拍灯转。 看着三位导师为其转身,周深知道自己成功了,导师们是喜欢自己的声音的。 看到周深是个男孩子的时候,导师们都震惊了。 毕竟,当时杨坤在没看到周深时,还说着,这女孩唱得挺好的。 纳英转身看到周深的时候,发自肺腑地夸赞了一句,你比女生唱得还好。 其亲更是因为周深完美演绎的姐姐其余的歌,对其表示了自己的喜欢。 只是令周深没有想到的是,加入纳英的团队,或许是其参加好声音这档综艺最大的失误。 尘埃落定的舞台,杨坤问周深,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? 周深回答是,看似云淡风轻,却道出了一直困扰自己21岁人生的最沉重话题。 生活中,很多人听到我的歌会感到很奇怪,想让四位导师帮我分析一下,我到底能不能唱歌,唱出自己的未来。 因为他觉得,中国好声音是一个不在乎外形,不在乎身高的舞台。 自己这样的形象能站在四位大名鼎鼎的导师面前唱歌,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不过周深很快便会知道,不是所有的好声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 某个时候,好声音在颜值与利益面前不值一提。 在十六金四的选择中,纳英哭着用全网震惊的十个字告诉周深,颜值依然重要。 至今,我们在当初比赛的弹幕上还可以看到还我深深的呼喊。 贝纳英那句,用对不起周深,我喜欢李维十个字淘汰的周深,被公认是第三件好声音最大的遗珠。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是明珠就永远不会被埋没。 2017年底,让周深最终走出自卑意买的大鱼,随着个人专辑《深的深》传遍了中国的大街肖像。 听了大鱼的人,从一开始的,什么,周深怎么是个男的? 继而道,周深唱歌很好听,可惜是个男的。 最后道,原来我听到的周深,就是唱大鱼的周深。 他声音很好听,虽然他是个男的,还是很好听。 周深此后的人生像极了人们听大鱼之后的反应,在被逐渐接受的过程中,也逐渐愈合了周深。 多年来自我否定,自我怀疑的伤口。 凭借着这首歌曲,周深一举斩获了多年,当年多响音乐大将。 可以说,照往期好声音大多数选手而言,周深无疑是成功的。 那应当然是欣赏周深的,否则当初也不会那般积极将周深拉到自己的队伍之中。 但是当年的好声音选手也的确是盘龙卧虎,我们不可否认周深的优秀,同样的,我们也需要承认,其他选手也是优秀的。 一档综艺栏目,无论是否有脚本,最终都需要有话题度。 周深惨遭淘汰这个话题,时至今日依然是许多人的一难品,而那应尽管在内娱乐坛,有着大姐大一般的地位。 在节目中也是四位导师之一的角色罢了。 也就是说,那应一个人是无法影响整个综艺节目的整体局面布局的,她的舍不得并不会改变周深出局的结果。 后来周深女扮男装穿着薄如产衣的纱裙,登上蒙面唱将猜猜猜猜,嘉宾乌起贤在听到周深的歌声后激动表示,唱歌能唱得如此丝丝入口,余音要良的女歌手真的不多。 五年内,你如果碰到好歌的话,会成为亚洲顶级女歌手。随后,乌起贤又在后面加了一句,面具接下来的样子不要长得难度太高。 如果在以前,周深或许会在意乌起贤的最后一句,但是经历了沧海桑田,经历了大鱼的治愈,上貌与身材,与对自己嗓音彻底和解的周深来说,一切都是浮云。 没办法,其他导师请来的帮唱嘉宾都是李荣浩,杨千怀,于成庆,谭维维,张杰等实力大咖。 那英想要不丢面子,请来的帮唱学员必须有名声,或者是实力相当定。 此时,在周深这里,毋庸置疑他沾的就是实力。 这次帮唱一手配合的天衣无缝的大鱼,让郭庆借周深之士突出重围,成为那英组的冠军。 这个结果被大众解析为,这是颁给周深的迟来冠军。 更认为是那英队曾经淘汰周深的不长。 2019年,周深与李克勤搭档,在我们的歌舞台上击败了那英与肖战组合,夺得冠军。 成为我们的歌第一季精生拍档。 当年的学生如今与导师同台竞技,并且打败了导师。 多年来,始终一难评的粉丝们,认为周深终于出了一口恶气,抱了当年那英淘汰的一件之仇。 如今的周深,早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扛把自己的存在。 似乎已经垄断了影视原生代这个市场,综艺要约也是堆满了通告。 2020年到2021年,周深连续两年成为包括央视在内的四场跨年晚会。 现实,网络中各种歌曲大将也是拿到手掌。 手软,已经达到音乐圈很多人,中期一生也无法企及的高度。 而周深那一季的中国好声音,最终冠军被那英组的张碧晨夺走,亚军被汪峰组冠军帕尔哈提拿到,季军是杨坤组冠军徐峰取得。 如此看来,当初那个16强周深不仅是打了那英的脸,更是打了好声音的脸,打了资本的脸。 回看周深走过的路,发现没有热爱,如果和坚持,没有常人超越的毅力和心态,再好的闲天条件终也是枉然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